第1471张圆塔 龟白圆塔高约十丈 与佛塔很相似 但它似乎没有窗 也没有瓦顶 看起来是密封状态 中凡距离它还很远 未必就没有窗 也许是因为窗口很小 看不清的缘故 它继续沿着圆塔的方向走去 它途经一个荒村 村内的屋子破烂 大多数屋顶已经坍塌下来 木墙或泥墙上缠绕着藤蔓 阴暗处生长着灰金的苔藓 村内没有任何的活物 也没有人或畜生的骸骨 沉寂的让人心里发愤 这梦境究竟是怎么回事 它发现森林里都有些蛇虫属蚁 这里却是什么也没有 蛇虫属蚁似乎都远离了这里 它搜索了一下 没有更多的发现 就离开了村子 往圆塔走去 它走到了草地 圆塔离它越来越近 但草地上有着一条黑石小径 要不是在梦境世界 它肯定会避开这条黑石小径 应该说会远离灰白圆塔 但它现在在梦境世界中 梦境告诉它应该从黑石小径走过去 于是它真的踏入了黑石小径 光影在不断变换 变换停下时 它看到的依然是青草地 但它心中浮现起一种奇特的感觉 它似乎遭受到了很多窥视 带着极大恶意的窥视 它身体隐隐颤抖起来 谁在看它 中繁身呼吸 让自己冷静下来 它再次抬脚 往前走去 光影又在变换 很多景象在它眼前闪烁而过 但它无法捕捉到清晰的画面 看不清这些景象是怎么回事 每次抬脚落地停止 光影变换都会停下 它尝试了几次揭示如此 它明白是黑石小径带来的影响 那种遭到恶意窥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就似有什么东西随时会跳出来 把它吞噬掉 即使知道这是梦 但还是无法抑制心理的恐惧 它加快了脚步 光影变换得越来越快 它的眼睛被刺激得痛了起来 有血从眼里流了下来 它不再试图分辨这些光影内容 而是闭上眼前行 偶尔才会停下脚来 确认自己没有走出黑石小径 然后再闭眼前行 不以窥视的感觉浓郁的有如实质 最后它终于到了灰白圆塔前面 它果然没有窗口 除了拱形的塔门 是完全密封的建筑 灰白的墙壁光滑崭新 看不出是什么材质 就似是刚刚修建好一样 它比它在远处看到的还要巨大 它看不清塔门内有着什么 塔内显得阴暗幽深 没有丝毫的光芒透出来 它从不算宽阔的塔门走了进去 它才发现密封的圆塔 并没有它想象的那么阴暗 但是光从哪里来呢 为什么在外面什么也看不到 它也弄不明白 塔内布满了灰尘 有珠网粘连着 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拜访过这里了 它看向了螺旋形的灰白阶梯 沉默了一下 才踩着灰白阶梯而上 它到了第二层 第二层堆放着人的骸骨 树枝不清的黄白骸骨交叠在一起 似乎在树说着它们死前的悲惨往事 它几乎无处下脚 但幸好通往第三层的灰白阶梯没有被堵住 它没有再理会这些骸骨 往第三层走去 带走上第三层之后 是腐烂的尸体 不是人的尸体 也不是野兽的尸体 是各种难以名状的尸体 泛着绿光的石狮虫正在吸食腐肉 腐烂发臭的气味让它的五脏六腑都好似翻转了起来 它捂住鼻子 心里有些不解 这些看着似是怪觉的尸体 它们只不过是腐烂 难道它们没有死很久吗 第四层看似什么也没有 但墙壁上铭刻着密密麻麻的字 字有些似蝌蚪状 在游来游去 在灰暗与光明之间来回转换 它面露惊恶 看着那些好似拥有生命一样的字 这些字有些似它之前在周小猫那里看到的古文字 它走近仔细观察 但无法理解其含义 不过这些文字却能向它传递一种十分清晰的情绪 恐惧 它们在感到恐惧 它的心底深处有着寒意甚出 它们在恐惧什么呢 这些字不断变换 无法记忆 若是强行记忆 就似吸收了庞大不明之事 冲击得人魂要崩溃了一样 宇宙小猫那些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 它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文字了 它伸手触碰了一下 灰白的强粉速速落下 有一处的文字消失了 它的触碰杀死了这些字 它静静站立观察了一会 还是离开 来到了第五层 第五层依然是那些古怪会在墙壁游动的字 除此之外 看似什么也没有 恶意窥视的感觉再度传来 它忍不住转身看到一个暗处角落 似乎有着一张脸在看它 它快步走去 但又什么也没有看到了 那张脸似乎走了 但是那恶意窥视的感觉却没有消散 是什么东西在看我 它心里烦躁地响 往楼梯走去 走上了第六层 第六层悬浮着八团灰白的光芒 光芒在闪烁 犹如会呼吸一般 它尝试着伸手碰了一下其中一团灰白光芒 但是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六层墙壁还是存在着游动的蚊子 蚊子似乎在惧怕什么 它想不明白 继续往上 它的鼻子还是能嗅到腐烂发臭的气味 走上第七层后 它看到了很多薄如蝉翼的皮 堆满了七层 它捡起了其中一张形状奇特的皮 似乎是什么奇特存在退下的皮 但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变化 它拔开这些皮 看向了墙壁 墙壁上再也没有文字 它默默算着自己所走的高度 若是它没有猜错 这塔应该是九层 如果是九层那就应该还剩下两层 这塔容纳的东西稀奇古怪 除了那些文字 没有任何关联之处 那最后两层会有什么呢 它这样想着的时候 它已经顺着灰白的楼接走了上去 第八层 它看到了一具尸体 看着那具肿胀流浓的尸体 它的喉咙就似被什么堵住了一样 它面上露出了恐惧之意 这是它自己的尸体 骤然看到自己的尸体在面前 就算它早有心理准备迎接恐惧 但还是感到一阵颤力 它大口喘气 告诉自己只是梦 才让自己的人浑缓了过来 它只是自己的尸体 尸体肿胀流出黄黑色浓液 脸上 手臂又生出鲜绿的绒毛 它有一种发烧晕眩感 隐隐有什么东西伸出爪子 在挠它的脖子 第1472章别上去 它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但什么也摸不到 这种爪子挠的感觉 已经从脖子往背脊蔓延而下 爪风似乎随时可以划开它的身体 高烧还在持续 烧得它额头发烫 它晃了晃头 没有再理会身体的异常 它决定登上最后一层 它很大可能会在最后一层死去 但它的好奇心已经泛滥成灾 一层又一层的不同 它想看看上面有什么 它转身 往灰白楼街走去 欲要登上最后一层 但是它很快停住脚 它看清了黑暗处那张脸 那是一张和它一模一样的脸 苍白的脸 阴冷的眼神 人脸很快又脸入了黑暗中 它的诗 它的脸 它压下心中的巨异 真的是很诡异的事情 因为高烧 它的额头昏昏沉沉 会不会烧成白痴 然后永远迷失在这座灰白圆塔内 它不想再在第八层耽搁下去 抬脚继续走去 别上去哦 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它耳边响起 有些熟悉的女子声音 但脑袋昏沉的它想不起在哪里听过了 它下意识扭头往后看去 看到的是一个身穿粉蓝宫装长裙的少女 她正面带淡淡笑意看着周凡 传 周凡眨了眨眼 确认自己没有眼花 没想到我在这里吧 少女笑着屈指弹在了周凡的脑门上 清凉的感觉从脑门上蔓延散开 她昏沉的意识变得清醒起来 她沉默看着少女 心里面在想着会不会是假的 我可不是梦境虚构出来的 少女笑着说出周凡的心思 这梦境不会这么无聊的 周凡也觉得船应该是真实的 她沉默了一下问 你为什么不让我上最后一层 船能出现在她梦境中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所以周凡没有问船为什么能出现在她的梦中 而是更关心船为什么阻止她上楼 少女笑容收敛 她抬头看着灰白楼街严肃道 上面东西现在并不危险 但你要是上去被她看见 她就会变得十分危险 你会死的不是梦中死去 而是在外面的世界中死去 在外面的世界死去 周凡面露恶然之色 她没有想到第九层的东西会如此危险 我只要不畏惧她 人魂就不会散 她怎么杀死我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梦中世界 不是说你不害怕就可以了 少女脸上严肃的表情散去 她甜甜笑道 等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我也没想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会撑不到最后一次 害得你进入了如此危险的噩梦中 这噩梦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凡心里面的疑惑越来越多 上次黑光世界最后与我说话的该不会是你吧 就是我 少女点头道 时间不多了 这噩梦的事情很复杂 我不能告诉你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与你商量 什么事 周凡心里生起微妙的感觉 传居然说有事要与她商量 你不是遇到了云烟主吗 传青笑道 她对我有些用 所以我希望能借你的身体来捕猎她 你愿意帮我吗 传要捕猎云烟主 周凡正了正 可以告诉我她对你有什么用吗 之前她遇到那么多不可知其怪诀 传都没有吭声 为什么就偏偏对云烟主产生兴趣了 这个宝密哦 传俏皮眨了眨左眼 帮我捕猎她 对你也有好处 不是吗 可是你借我身体 会不会对我身体造成 当然不会 传笑着打断道 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 周凡微微沉默道 我要是不答应 你也能直接附身我对吗 那怎么可能 传有些遗憾道 你要是不愿意 我只能放弃捕猎云烟主了 要是你愿意 那你出去只要在心里呼唤我 我就能附身了 哦 对了 你不用特意花时间赶到附近 我能快速到达的 云烟主出现有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现在才动手 周凡又有些不解问 为什么现在才动手 传面路苦恼道 她好歹是不可知其怪诀 我总得准备一下 给她一点面子 说到这里 船抬头看向了通往第九层的灰白阶梯 她笑道 上面那家伙察觉不对劲了 我们要出去了 记住了 要是愿意就呼唤我 灰色的雾气浮现而出 包裹着周凡 天旋地转的感觉再度传来 周凡睁眼时 映入眼中的是雪林 她真的从那噩梦出来了 她脸色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她能这么轻松从噩梦出来 说明那个真的是船 那她说的话 她甚至没有心思理会自己进入单捷径后期的事情 她将船在梦境中说的话来来回回思索了好几遍 才站起来 往雪林外走去 周凡当然不会急着呼唤船 她要好好想一想才知道该怎么做 冰吉周那边的云烟主 恰好在今天进入了消失状态 好几天不会再吃人了 到了晚上 她把自己在梦中遇到船的事情详细告诉了英九 英九对此果然很感兴趣 她双眼死死盯着周凡 你确认她是船 她应该是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船了 周凡微微挑眉 又把上次见船的事情同样说了一遍 她告诉过英九深层记忆的事情 但见过船的事情却是没有提及过 她知道船向来不在意这种事 所以她完全可以大方的告诉英九 她想听听英九的看法 船果然很重视你 英九眼里爆发出炙热之色 你是我遇到这么多登船者之中 第一个见过船的人 即使这不会是船的本体 但这已经足够了 足够了 英九处于一种十分兴奋的状态 她的眼神变得贪婪起来 周凡被英九这样看着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她倾壳一声道 所以你这引导者应该全心全意帮助我 不 你错了 英九面露诡异的笑道 我又不想出去 为什么要帮你 相反的我想杀了你 你不愿帮我就算了 为什么要杀了我 周凡微微一正 感到英九这人果然是疯子 不可理喻 第1473章情绪古字 因为船这么重视你 我只要能杀了你 那我就等于赢了船一局 英九携笑着给出了答案 这人脑子真的有病 不可理喻 周凡面露警惕 后退了一步 即使在船上 英九应该不会动手 但不得不防这疯子来个鱼死网破 你放心 在船上 我想直接出手杀你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英九缓缓道 所以我不会这样动手 周凡心里松了口气 只要英九不直接出手 他就不是很担心 你很快就会知道 杀人有很多的办法 未必要直接动手 英九又补充道 你告诉我这么多船的事情 想问我什么 我与船见面的地方 你知道哪里是什么地方吗 周凡问 那色彩河流让他印象深刻 不知道 英九摇头道 你又何必在意那些事呢 或许只是传幻化出来的而已 周凡微微挑眉 周小猫也这样说过 他想了想到 我经历的那个噩梦世界 你认得吗 不认得 英九还是摇头道 你下一个问题 如果是圆塔最后一层有什么 那你也不用问了 我也猜不出来 周凡感到有些心塞 这丝什么也不知道 那他白问了 那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有用的东西 周凡想了想到 还真的有 英九打了个响指道 我对你在塔内见到的独特文字很感兴趣 也许我见了那些独特文字 就能够知道那个噩梦是怎么回事 可我无法记住那些文字 周凡微微皱眉道 你确实无法记住那些变幻的文字 但你看过 你的记忆就会记住小小的一部分 我可以将你这小小的记忆提取出来 替你好好研究一下 英九回答 如果那些真的是古文字 你也认得出来吗 周凡有些讶异道 周小猫可认不出来 古文字也有很多类型的 虽然它们看起来很似 但是它们截然不同 我只有看过 才知道能不能看懂 英九笑道 我曾经有段时间 对这些东西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既然这样 那就看看 周凡想了一下道 但你无论从上面看出了什么 都要一字不漏告诉我 好 英九见周凡同意 他屈指一弹 一道黑色光芒从指尖飞射而出 飞入了周凡的眉心之内 周凡只是感到脑袋一阵阵发痛 然后有着一缕金色的光芒 从他眉心弹射而出 金色光芒浮现在空中 化作了一个金色泡沫 泡沫正是周凡所作的噩梦见过的灰白圆塔 墙上是密集的古文字 只是文字有些模糊不清 这是因为他无法记住字的形态所导致 英九脸上浮现淡淡的笑 他挥了挥手 金色泡沫破开 那些古文字从泡沫中飞了出来 变得清晰起来 周凡脸色微变 难道英九还有着重现他梦境古文字的本事 不过他很快就看出 那些古文字并没有任何的灵动之感 也不会动 古文字曾经出现在第三 第四 第五层 第五层他只是匆匆看了数眼 并没有仔细看 但只要看上一眼 就算是刻在了他的记忆中 英九只是看着空中密密麻麻的漆黑文字 他时不时挥手 让那些块状文字变换位置 周凡在一旁安静等着 他对这个灰白圆塔噩梦世界很关心 但传媒有说 他来不及问 现在只能希望从英九这里知道一些事情 过了好一会 英九才挥了挥手 那些漆黑文字全部消散不见 如何 周凡看着英九问 英九难得露出了一丝疲惫之色 似乎解读这些古文字很消耗心力 古文字来历神秘 有些甚至不是能用我们的话说出来的 就似你感觉到这些文字传达出来的恐惧情绪 其实就是这古文字的意思 至少是他最表层的意思 周凡微微一正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一种可以表达情绪的文字 我们只能感受其中的情绪 可以这么理解 英九点头道 但这种表达情绪的文字 它蕴含的情绪可能有数百层之多 如果能全部解读出来 你也可以将之转换为我们的文字 这种情绪态的文字 我以前接触过不少 也能读出部分 但可惜你的记忆中不是完整的文字 我就算完全精通这种古文字 没有亲眼所见 也无法解读出太多的内容 好古怪的文字 周凡问 那你解读出来了多少 很少很少 英九挠了挠头道 我只是解读出了三种情绪 第一种是你感受到的恐惧 但我看的更多一些 这是一种绝望的恐惧 绝望的恐惧 留字者恐惧什么 周凡不解问 这个就不清楚了 反正他们就是极度恐惧 感到绝望 英九道 他们 周凡敏锐道 你的意思是 这些文字不是一个人留下的 是三个 英九孝道 但未必是人 有可能是我们未知的生灵 你如何确认是三个的 周凡亚一问 因为情绪 你要是研究过情绪古文字 就会知道 情绪是很微妙的 留下古文字的情绪的生灵 都会有很大的区别 就似你写的字 与其他人很难一样 这是同样的道理 英九怂怂肩道 当然 也不排除他们能够模仿情绪的可能 不过我也不敢肯定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手段 但我想 都这么绝望恐惧了 他们没必要再模仿对方来欺瞒看字的人吧 既然是三个不同的 生灵所写 为什么表层都是绝望的恐惧 周凡有些不解道 因为英九说的是他们都极度恐惧 所以周凡才会这样说 这说明他们在为同一件事感到绝望恐惧 英九解释道 我解读出的第二 第三种情绪就来自不同的楼层 其中第二种情绪来自第三楼层文字 第三种情绪来自第四楼层的文字 第五楼层就只看到最表层的情绪 你走得太快了 第五层文字最模糊不清 英九有些不满道 周凡面露无奈 他当时认不出 当然不想仔细看 第二种情绪是什么 是对未来的担忧 英九道 第1474章巨大的悲伤 对未来的担忧 周凡琢磨着说 先是感到绝望恐惧了 又对未来担忧 这生灵究竟遭遇了什么 这谁知道 不过我猜肯定是遇到了十分可怕的事情 英九道 也许他们出现在这座塔是为了躲避某种危险 又或者是为了寻到解决危险的办法 但可惜他们没有找到 所以就感到绝望了 第三种情绪又是什么 周凡问 第三种情绪我有些捉不准 让我有些难以表达 英九沉吟了一下道 应该是巨大的悲伤 巨大的悲伤 这有些古怪的描述让周凡正了正 为什么称为巨大的悲伤 因为他这悲伤不仅仅是为自己 还是为他的家人 他的族人 还有很多很多与他有关的声明 所以我才说这是巨大的悲伤 英九解释道 那看来这三个留下古文字的声明陷入了绝境之中 周凡叹了口气 但对我们又有什么作用 关于那噩梦世界与灰白圆塔的来历 一点都没有提及 白费劲了 这本来就是碰运气的事情 英九没有多在意道 你觉得船为什么要捕猎云烟主 周凡毫无顾忌问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英九微微挑眉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对一个不可知其怪 觉感兴趣了 在以前 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会对不可知其怪 觉感兴趣 他一向神神秘秘的 其实他要是真的对不可知其怪 觉感兴趣 完全可以将一个引导者放出去 让引导者替他去捕猎不可知其怪 觉 我相信除了我 很多引导者都会乐意效劳的 以前没有吗 周凡脸色微明道 也就是说他是现在才需要 你觉得会不会是云烟主身上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 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终究只是猜测而已 谁知道他在想什么 英九脸色浮现诡异的笑道 但有件事是可以确认的 什么事 周凡问 因为某些原因 他似乎不能又或者不敢在外面世界现身 否则就不会借助你的身体了 英九说道 周凡心想这种猜测没有问题 要是真的能直接现身 又何必借助他的身体 那你说我该不该借给他 周凡又是试探着问道 英九邪逆了周凡一眼笑道 你心里不是早已经有想法了吗 又何必问呢 传都说了 你要是不想借 那他不会强制附身 而是会放弃 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 所以借不借还是在你 那你希望我借给船吗 周凡想了一下问 我当然希望你能把身体借给船 英九道 为什么呢 周凡有些讶异 他本来以为英九会给出否定的答案 毕竟英九是想挑战船的 因为只有你借给了船 我才有可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英九坦诚道 你怎么看得到 船要是不想 你看不到的 周凡挑眉道 所以我才说可能 英九冷笑道 至于办法 你觉得我会说出来告诉你吗 说出来 不就等于船也知道了 英九不肯说 周凡就没有再问 他抱着梦梦斗了一会 才转而专心修炼 第二天醒来 周凡先是回想了一下他与英九的对话 微微皱眉 然后又思索起来此事的得失 其实就四英九说的那样 他心里面早已经有了主意 他是打算让船附身的 抛开能从中得到的巨大好处不谈 他也想看看船是如何对付云烟主的 把事情思索一遍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他吃完早饭 才把杜尼换了过来 让大东护府布置传音阵法 他要与书院大先生对话 大东护府布置传音阵法并不难 问题是端木小红是否有空 待端木小红答应 已经是中午时分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端木小红的声音很快从传音阵法传出来 这种传音阵法 就算在远也能与对方交流 但消耗并不低 如果用消息通过书院或宜乱司渠道传送 也花费不了多少时间 所以这种传音阵法除非是认为有必要对谈 否则都不会轻易动用 也就只有大东护府有这种布置 周凡夺得了这么多人头果 算是巨富 他也不差这些钱 他是嫌弃传信效率太低了 大先生 我有办法能赶走那云烟主了 周凡缓缓说 怎么办法 端木小红急声说 现在他们都正在为云烟主的事情烦心 听周凡这样一说 心里面难免有些激动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师门 师门一位长辈愿意出手解决云烟主 周凡解释道 要不是这样说 那等解决云烟主之后 官家知道是他做的 肯定想知道对付云烟主的办法 他可拿不出来 而且他不敢说是捕猎 只是说赶走 要不然实在太害人听闻了 他没有说是什么办法吗 端木小红问 我问了 但门中常辈说他的办法很难复制 周凡道 大先生 门中那位长辈说只要赶走云烟主 短期内都不会再降临在大位 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既然他不方便说 那你也不要再去问这事 端木小红很通情达理道 对了 你们此次能这么快反应过来 这怪诀就是云烟主也是 也是多得我师门帮忙 周凡接口说道 那边端木小红顿时就相信了 能这么快就确认是云烟主 那有办法赶走云烟主 也不是什么出奇的事情 不知你师门那位长辈需要什么报仇呢 端木小红一脸认真问 越尽快赶走云烟主 就能少死很多人 也不用什么太重的报仇 周凡亲可以声道 就是希望大先生替我那位长辈保密 他不希望张扬 他说有功劳就由我来领就好了 端木小红亲笑道 你放心 我保证不会向任何人说起此事 就算老师问起都不说 你请来的长辈 功劳自然是你的 谁也抢不走 你需要申请什么时间来对付云烟主 只有申请了明确的时间 才能知道是谁对付的 否则功劳就说不清了 我长辈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都可以 周凡立刻又道 第1475章翠花 随时都可以吗 端木小红道 那你等等 我去替你问问 看有没有人占用了最近的时间 周凡耐心等了起来 要是有人占用了 那他只能再往后排队了 只是这样死的人就多了 不过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没有人敢胡乱占用 因为一旦失败 短期内就不允许那人再次尝试 过了一会 端木小红的声音才从另一边传了出来 没有被占用 你那位长辈需要多少天时间 一天就足够了 周凡道 那我替你申请这三天的时间 三天之后 那云烟主估计就会结束消失状态 麻烦你们了 端木小红声音严肃道 周凡又与端木小红说了几句 就断开了这次对话 他在大东护府耐心等着 直至端木小红发来申请成功的消息 他回了自己的房间 在心里默默呼唤着传的名字 他的人魂再次飘回了魂海之内 他好奇看着 这似乎与普通引导者附身没有太大区别 魂海内的周凡不知道的是 他的眼眸变得优伸起来 宛如容纳万千世界 小妹抬头好奇看了一下 已经被传附身的周凡 传蹲下去轻轻摸了摸小妹的狗头 又伸手去捉住了默默 你是准备利用碎空骨吗 周凡问 是的 传青笑道 我也是要遵守基本法的 传又转头看着小妹道 好了 我们要出发了 传身出了左手 手掌中有着一枚金色符纹凝结 飞入了小妹的狗头上 小妹的腰上一根根血红胃骨浮现 形成了一个鲜血海骨架 骨架扼入了后世的犬毛之中 她的左眼变成了雪红色 右眼变成了冰蓝色 小妹不由自主伸出爪子在空中一画 吃得一声响 空中显现了一条漆黑裂缝 雪红光芒把船与默默都笼罩了进去 船带着小妹迈入了空间裂缝之中 漆黑裂缝迅速弥合 监狱依然是好似涂抹着一团团五颜六色模糊光运 光怪陆离 船并没有四周小猫那样施展树法探明方向 他只是随意迈步走去 小妹跟在他身后 监狱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一样 周凡看着船慢悠悠走着 他忍不住想问早已积压在自己心中的一些疑惑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但那些问题我不会回答你的 所以你还是不要问得好 反正以后你也能知道 船轻笑道 不过为了避免你觉得我太无情 我可以主动告诉你一件你还不知道的事情 什么事 周凡问 你还记得你在高向县城时 有个面首会休士想在暗中杀了你吗 船问 那封信就是我寄给你的 是你 周凡证了证 他这才明白 那封莫名其妙的信原来是传记的 要是没有那封信 他就不会如此提防那面首会休士 意外吧 船笑道 好了 我们还是说回云烟主的事情 你准备如何捕猎云烟主 周凡收敛心思问 我准备变成奥特曼消灭他 船笑道 周凡 跟你开玩笑的 船又是道 你觉得不好笑吗 那如果我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他呢 就算你看了我的记忆 也不能这样胡说八道八 周凡有些无奈的想 看来真的不好笑 船亲可以声道 其实我还得借用你的能力才能对付云烟主 周凡感到有些诧异 英九都说他实力太弱 就算附身发挥到极致 也不可能对付得了云烟主 他的能力真的能做到吗 小九九做不到 那是因为他对时间不了解 要是翠花在 应该也可以 哦 他也不行 他这样做对你身体伤害太大了 船摇头道 还是得我自己亲自动手 周凡微微一正 小九九是指英九 可是翠花是谁 他好奇问翠花是谁 船用手指了指自己左手心的默默道 这孩子的娘呀 他就叫龙翠花 周凡嘴角扯了扯 龙主的名字叫翠花 翠花以前刚进入人类世界时 在一个村子住了一段时间 他也不懂 就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字 后来他嫌弃这个名字吐气 就再也没有用过 船笑着解释道 他在龙主有着自己的龙神名 但龙神名翻译成人名太长太繁琐 其实龙族都会换一个比较简单点的人名 龙起名字 与你们可不同 就算是人民 他们不会随意更改 周凡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这才知道 为什么龙主一直没有说过他的名字 原来是他说不出口 不过要是敢当他面换他翠花 以他那暴躁的性格 估计会宰了他的 你刚才说利用时间 如何利用 周凡转回正题道 他隐隐猜到 应该是指龙神与霍混沌旧模体 每个修士对法则的了解都不一样 所以小九九做不到 翠花勉强能做到 但并不是说翠花就比小九九强 他们两个要是真的打起来 谁输谁赢很难说 传笑了笑说 我能做到 那是因为我与他们不一样 当然你目前的状态来说 我就算对时间在了解 也要借用一下其他东西 要不然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难以逆转的损伤 传身出手 他的手伸进了五颜六色光运之中 从中捉出了一颗灰色的珠子 这是我炼制的小玩意 也没有名字 他的作用是让你提前避免时间的侵蚀 周凡听得有些糊涂了 他完全不明白传所说的 与他问的有什么联系 虽然本质很复杂 但说起来却很简单 人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变数 传笑了笑说 如果一个修士修炼之路很顺利 那他毫无疑问能登上修炼的巅峰 我需要做的就是从时间长河中 把很顺利已经进入巅峰的 你带来这个时间节点之中 这样的你对付云烟主这样的怪诀 又有何难 嗯 这也算是你掌握的时间加速一种特殊用法 把未来已经登上修炼巅峰的自己带过来 周凡被这种天马横空的想法震住了 传媒有在说 他把灰色珠子吞入口中 迈步走入一团橙色光运 魂海内的周凡看到浮光略影般的画面 画面清晰又模糊 只是持续了一会 光线变得明亮起来 他们已经出现在了冰蓝的地面之中 最外面可以看到狂风暴雪在咆哮 传之士轻轻弹指 一团白色光芒飞出 小妹与默默刚一落地就被白色光芒包裹住消失不见了 我把他们送走了 免得待会还要分心照顾他们 麻烦 传迪姑说 周凡脸色微变 因为他看到了石杖之外的云烟柱 橘红云烟明城的独角云露还是似之前那样 没有多大变化 他感应到周凡的存在 立刻从消失状态中脱离出来 那双幽深的眼洞睁开看着周凡 外界的狂风暴雪也停歇了下来 凌乱的橘红云线瞬间覆盖了这地 向着船急射而去 第1476章巅峰 面对铺天盖地般的橘红云线 传之士轻笑一声 他的眼瞳变成了金黄色泽 龙神血燃烧了起来 唇齿间突出一个古怪的阴结 金色连衣迅速从他的身体蔓延而出 橘红云线都停在了空中 云烟柱发出了低沉笑叫声 橘红云线缓缓扯动起来 金色连衣被分割成了数千份 滚海内的周凡面露惊恶 那金色连衣可是龙神语的时间停止法则 居然被云烟柱切断了 船脸色平静 他的嘴中依然吐出一个个古怪的阴结 每一个古怪阴结都能在空中形成一枚玄傲的金色符纹 直至空中有了十枚金色符纹 船才不再继续 他双手截出了一个反应 金色连衣彻底崩散了 密密麻麻的橘红色云线再度向着船刺来 十枚金色符纹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它们凝成了一条七彩河流 横垫在船的前面 次来的橘红云陷刺了过来 却迅速枯萎 退化成灰色 船轻轻一点七彩河流 它从时间河流之中攫取了难以想象的力量 这只有周凡能感受到 它的魂海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但一颗灰色的珠子出现在它魂海内 钻出一缕缕的灰丝 修补着裂痕 不仅仅是魂海 强横的肉身也是在崩坏虫组的过程 但有这颗古怪的灰珠子在 这种肉身魂海崩坏虫组并不痛苦 周凡明白 这是那鼓从未来取来的力量太强大而导致 这就是它站在巅峰之后的力量吗 七彩河流已经崩散 船的眼瞳已经恢复了原来的色泽 它看起来与之前没有任何的变化 云烟主的橘红云线越来越密集 向着船席卷而来 天空变暗 闪电狂风不断横扫这片区域 要不是这片区域的人早已被云烟主吃掉了 也会死在这些闪电狂风之中 显然云烟主也嗅到了危险 船战力不动 无论是云线 闪电狂风都无法进入它三丈之内 它拔起了得字刀 随意一刀劈了出去 它身前的云线闪电狂风立刻被切成了两半 直面这刀的云烟主路脚崩碎了 它那如云烟般的身体也被切割成了两半 橘红烟气尝试重组 但烟气还是在不断瓦解 因为这看似随意的一刀切断了时间 切断了空间 切断了一切 它根本就无法再重组 无数的橘红烟气在分散 明漫掩盖了这一地 乌烟的枯音在扩散 传收刀 它伸出手 所有的橘红烟气开始旋转起来 形成一道百丈高的龙卷烟气 烟气之庞大 远处的兵级周一鸾斯探子们都看到了 但他们得到了命令 不敢靠近 龙卷烟气在迅速缩小 化作了一个拳头大的橘红烟球 周凡愕然看着 这就收拾掉了吗 只是一刀 是未来的它太强大 还是船的缘故 就算是阴久 也不可能一招就把云烟主这样不可知 极怪绝收拾掉吧 船拿到了橘红烟球 它笑了笑 又打了个响指 一团白色光芒浮现 小妹雨默默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橘红烟球刷的一下消失了 船摸了摸小妹的狗头 小妹的额头触显现金色符纹 雪红的碎空骨架浮现 雪红光芒扩散 将他们全都笼罩起来 小妹伸出爪子 撕开裂缝 他们很快就迈入裂缝之中 裂缝弥合 进入监狱之后 周凡有满腹的话想问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来的时候在监狱内走了不短时间 但回的时候 船之士向前走了数步 就带着小妹雨默默从监狱内出来 出现在了大东护府她的房子之内 一出现在房子之内 船就张口 吐出了一缕金色的丝线 金色丝线的出现 使得有着七彩河流浮现 金色丝线没入了七彩河流之中 这缕金色丝线是从未来借来的 现在也归还未来了 周凡发现她又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显然船已经离开了 周凡脸色微变 她来不及多想 连忙盘腿坐下 检查起身体来 但发现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之后 她才放心下来 即使船一再保证 但她还是要检查过才敢肯定 这时门外传来杜尼的声音 大人 你在吗 我在 周凡说 有消息说云烟主消失了 你知道吗 杜尼问 消失了吗 周凡走了出去故作惊讶到 这么快呀 杜尼也知道 周凡的师门长辈答应出手帮忙的事情 她见周凡在 也不可能想得到是周凡亲自动手杀的 她又转而道 大师伯说如果是你师门长辈出手赶走了云烟主 要尽快告诉他 应该是的 周凡笑了笑道 你大胆回复他就好 云烟主这边引起的意象立刻得到了 宾吉州宜鸾斯的关注 起初宜鸾斯的舞者们不敢轻易靠近 但宾吉州早已得到消息 说有高人会在这几天对付云烟主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意象 要不是知道这样做很冒险 都忍不住想去探探虚实 不过他们很快就不用再多等待了 宾吉州宜鸾斯得到了总府下发的命令 命令要求探查云烟主是否还存在 这样的命令使得宾吉州宜鸾斯斯 争使强自按捺住心中的某种猜想 立刻下令附近的舞者过去探查消息 很快就得到了回禀 说云烟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宾吉州宜鸾斯斯争使欣喜欲狂 但他们也不敢就此网上汇报 而是派出了更多的人手 敢去查探云烟主的踪影 在查探之余 他们只能耐心等待了 要是等过了今天 明天还没有发现云烟主出现 那说明云烟主就真的离去了 宾吉州宜鸾斯在等待 周凡同样在等待 他等到天黑 就早早躺下床开始睡觉 他调整呼吸 过了一会才得已入睡 待出现在灰雾缭绕的船上时 英九正死死盯着周凡 他沉声问 给我说说 船是如何杀死云烟主的 周凡脸色平静 但心里却颇不平静 他不打反问 我都无法确认船是否杀死了云烟主 你是如何知道的 即使他亲眼所见 船一刀就把云烟主砍成了两段 并且还把云烟主链制成了一个橘红烟球 但这并不代表云烟主就死了 第1477章一千万 面对周凡的问题 英九挑了挑眉 他轻轻挥手 一缕挥雾飘来 幻化作一个人头般大的琉璃球 琉璃球内出现了一串灰雾幻化出的数字 1034万2887 这数字的意思是 周凡看着原本装着大灰虫的琉璃球 他的呼吸也隐隐变得急促起来 就是说你有这么多的大灰虫 英九不耐说道 由于大灰虫数量太多了 所以船就给你直接转化为了数字 要不然再这样下去 这艘船都装不下去了 周凡得到英九的承认 他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 他现在知道英九为什么说云烟主死了 要是云烟主没有死 他怎么可能得到这么多的大灰虫 就是不知道 是原本就只有这么多 还是船父身体他杀的才只有这么多 但无论怎么样 一千万条大灰虫 这实在是太吓人了 周凡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大灰虫 他没想到一个不可知其怪诀 能兑换这么多的大灰虫 要知道这只是一个怪诀 而不是怪诀群 但他又想到这毕竟是不可知其怪诀 以这等层次的怪诀 值这么多大灰虫 又不是什么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英九催促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 周凡定了定神笑着问 英九的脸色立刻阴沉了下去 不过他很快又笑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 我可以替你分析分析 难道你就不想了解船更多一点吗 当然 我也想了解船 这对你我二人来讲 是双赢的事情 周凡摇头 走去把梦梦抱了起来 他微笑道 说到底还是你想多了解船一点 我这次不是一定需要你替我分析 我可以自己慢慢分析 反正船又不会害我 你错了 船现在的确是帮你 但他连自己的目的都不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以后自己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帮回他 英九冷笑道 说不定有一天 就算你没有死 也会似我们这些引导者这样 被船囚禁在这艘船上再也无法自如进出 周凡欣威晨 他之前确实有过类似的担忧 但他依然淡淡道 以后的是谁知道 你要是想知道船是如何杀死云烟主的 需要付出代价 否则我不会告诉你的 他与英九的关系并不好 他可没有忘记这英九可是惦记着如何杀死他的 那你想要什么 英九脸上浮现诡异的笑问 我想要什么 周凡毫不犹豫到 我希望以后如果你哪里有我需要的东西 都必须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卖给我 他现在在运养竭力 但也可以为杰丹做准备了 不过又不仅仅是金丹七这一境界 引导者对他最大的帮助 就是那丰富的修道知识以及他们的藏品 只要英九答应了这个条件 那无论英九有多么的恨他 都无所谓 反正他已经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 之前他也想要引导者答应这样的条件 但都被拒绝了 现在这是一个好机会 你倒是一想天开 英九笑道 你觉得我会答应这样的条件吗 就仅仅是为了知道船是如何杀死云烟主的 我确实很想知道 但不代表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我与船交手这么多次 你以为我对其没有任何的了解吗 能知道自然最好 要是代价太大 我就会放弃知道 所以你的价格最好合理一点 周凡在心里叹了口气 他就知道英九未必会答应 他想了想到 那我希望在我晋升金单期时或踏入金单期后 你哪里有我需要的东西 都能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卖给我 他心里想的是反正换引导者速度这么快 这英九未必就能再在船上待多久 说不定等他进入金单期之后 没有多长时间 英九就要沉眠了 所以这条件与之前的差距也未必有那么大 这个还差不多 英九满意点点头道 那就成交了 这样就等于在船的注视下定立了协议 周凡这才把船父伸在他身上的事情仔细说了一遍 原来是利用了时间法则 好巧妙的法字 英九听完后用赞叹的语气道 不过很快他就皱起了眉头 思索了起来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周凡看着英九问 他现在才发现 其实英九长得很美 之所以现在才发现 是因为英九的癫狂 神经质 使得他下意识忽视了这点 不对的地方在于你 英九面露怪异之色道 为什么呢 周凡健提及到自己 连忙问道 英九瞥了一眼周凡道 按你所说 传是利用时间法则 从未来无限可能中 将可能最强的你力量借了过来 但就算是如此 最强的你 未勉强的太离谱了 仅仅是一刀就杀了云烟主 他可是不可知其怪诀 我当初可是倾尽全力才杀了他的 尤其是这还是借来的力量 并不是本体 就算是传的帮忙 能有本体的七成力量就不错了 周凡沉默了 这确实很奇怪 不是我妄自尊大 比我强的肯定有 但绝不会有强的这么多的修士 英九又道 当然 船要排除在外 但我与你们不同 我要是一直有船的帮忙 未来肯定有可能进入 你也未曾进入过的至高境界 比你厉害这么多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周凡忍不住解释道 这样的境界真的存在吗 英九面路讽刺道 你现在能进进这么快 是因为有引导者帮忙 以及可以通过钓鱼 但当你到了我这等层次 我不信你还能破镜 我可是卡在这一境界很多年了 但事实如此 未来的我就是这么强 难道你在说传说谎 周凡昼梅道 传说谎不是不可能的 但他确实未必在说谎 英九又是诡异笑道 但我还有一个自认为比较合理的推测 你要不要听听 第1478张傀儡猜测 关于他这么强的合理推测 你要是愿意说 我当然愿意听 周凡道 反正听听也没有坏处 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能够这么强的 在我眼中只有船能做到 英九用笃定的语气道 所以我这个猜测也是以此为根基 你的意思是说船借用的不是我的力量 而是未来它的力量 周凡游英九的话推测道 这当然不可能 英九否定道 船用的是你的身体 你的时间法则 就算我对时间法则不擅长 但是也明白 从时间长河中借用未来的力量 肯定是借用自己的力量更容易成功 至少对你的修为境界来说 更是如此 英九说到这里笑容英森道 我的怀疑是在未来 有一种可能是你被船吞噬了 你成为了船的傀儡 所以这借来的力量看似是你的 但实际上是船的 这说得通为什么借来的力量会如此强大 中凡浑身寒一声疼 他的心脏急去跳了起来 他不得不承认 英九的这个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他却说到 你在吓唬我 想离间我与船的关系 我确实是想离间你与船的关系 英九道 但是不是吓唬你 你心里面应该比我更清楚 你大可以反驳我的话 我修为境界不如你 无法从正面反驳你 但我依然认为你说的不对 周凡审声道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 那船不会让你说出来之后 还让你活下来 船为什么不让我活下来 英九笑道 你以为船会在乎我将这件事说出来吗 这毕竟是我猜测的而已 船要是真的对我动手 那才是预盖弥彰 再说 就算你知道了又如何 你以为你未来能摆脱被船吞噬掉成为船傀儡吗 这根本不可能 除非你现在死掉 周凡辈说的真的有些心慌 他还是镇定道 你这样的猜测很荒谬 船要是想把我当作他的傀儡 早就可以动手了 为什么要等到未来才动手 因为你现在太弱了 英九不屑道 我的猜测是 船无法随意出现在时间 所以他造了一艘船 搜集了我们这些引导者 然后让登船者进来 通过不断培养 直至培养出一个真正能容纳他的傀儡修饰出来 这样的修饰要求肯定很严苛 否则根本无法容纳他的力量 周凡清可一声道 我觉得你越说越荒谬了 其实我天赋不好 人还不帅 他为什么不从你们这些引导者之中选一个出来呢 你们实力强大 天赋又好 培养你们不比培养我更简单 你说你天赋不好 英九计笑道 但之前你不是吹嘘说自己是亿万人之中无疑的修道天才吗 现在是害怕了吗 我只是随口说说 平时也没见你这么认真 周凡有些恼火道 不选我们这些引导者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英九点头承认道 但也许是我们不符合他的要求 你别忘了 你拥有明细逆轮体 这种绝人天赋 本来就是最适合夺赦傀儡的天赋 再强大的力量都不怕弄坏了身体 周凡言脚跳了跳道 明细逆轮体对修饰来说或许很罕见 但对传来说 他要是想弄到手 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不会等到现在才选我动手 你怎么知道他是现在才动手 英九笑道 说不定他已经把你的那些先祖们都做成了他的傀儡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都做成了他的傀儡 周凡有种不寒而力感 他辩驳道 要是有这么多的周家人成为登传者 就算你不知道也会有一个引导者知道你这话漏洞百出 周凡口里说的自然是周小猫 这个可说不准 你也知道船能把我们的记忆删掉 说不定他把我们这些引导者这部分记忆删掉了呢 英九又是说道 要是删掉 你不会发现 周凡冷声道 要是差距这么大 我看你也不用想着挑战船了 赶紧往河里一跳 死了干脆 英九没有生气 而是轻笑道 正因为差距大 挑战起来才更有趣 反正猜测告诉你了 信不信有你 我信如何 不信又如何 周凡沉默了一下道 你要是不信 那我说再多也没用 英九脸上笑容收敛 但你要是信我 我或许能助你避免这么凄惨的未来 你为什么要帮我 周凡缓缓道 我记得你之前说想杀我的 那是之前 英九道 可是现在形势有了变化 船要把你当作傀儡 我当然不想他成功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要利用你与船跟他斗的吗 我帮你 又有什么奇怪的 那你想怎么帮我 周凡欣里面半点不信 但他还是决定问问看 不想船成功把你练做他的傀儡 看似除了只有自杀这个办法 但实质上还有不少好的办法 英九笑着走进了几步 你觉得你为什么能被传当作自己的傀儡 你不是说了吗 周凡道 围的就是我的明细腻伦体 是的 明细腻伦体 英九伸手去碰了碰梦梦的脸颊 梦梦咯咯的笑 所以我可以替你把这一绝人天赋抽离出来 你那几个女儿的也可以抽出来 这样船就再也无没有理由对你动手了 你是贪图我的明细腻伦体 才这样说的吧 周凡痴笑道 你怎么能这样想我 英九叹了口气 做出了有些委屈的表情 为了证实我没有贪图你的绝人天赋 我可以保证 就算抽离出来的绝人天赋 我也会将其交给你处置 而且我保证抽离绝人天赋的办法安全 绝不会对你有任何的伤害 这些我都可以以道心启示 这样你总信我了吧 听起来似乎真的是为我好的样子 周凡沉默了一下冷笑道 不信 这都不信 英九脸色冷了下来 我这样做除了能胜传一筹外 还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要是这样都不信 那就算了 第1479章 韩北道主 我不信是因为就是你说的 船真的在寄予我的明细逆轮体 那你替我剥离明细逆轮体 船可能会把我这个无用之人扔进河里去 周凡脸带冷意道 如果你说的并不对 对你并没有任何损失 反而是替你证实了你的想法是对的 但我就会失去明细逆轮体 无论对不对 剥离明细逆轮体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 英九音音笑道 你说的有些道理 这就是你不信我的理由吗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我的猜测要是没有错 那剥夺明细逆轮体后 你对船没有了用处 也许船并不会杀你 只会放弃你 不让你上船 赌一赌 你才会有一线生机 这样做不值得吗 但这只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 你的猜测有多少可能是正确的 周凡缓缓道 恐怕一成都不到 说船的目的是贪图明细逆轮体 那未免太小看船了 总有一天 你会为此而感到后悔 英九见说服不了周凡 他笑笑没有再多说 次日一早 周凡醒来后 他面露拥塞 昨夜英九太多数是在胡言乱语 但是有见识是正确的 未来的他未免太强了 远远超出了英九这等存在的想象 英九都说除了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修士 这说明了一些问题 英九也不似说谎 毕竟引导者的实力能战胜不可知其怪诀 但也没有强到一招收拾掉 尤其是在这事没发生前 英九就曾经说过 他当年是花了很多心思才杀了云烟主的 后来还证实了他并没有杀死云烟主 但这次云烟主应该是死了 否则就不会转化出这么多的大灰虫 英九杀不死的不可知其怪诀 被船借用他未来的力量一刀斩杀了 即使按照船所说的 这未来的他是顺利修行可能最强的他 但这实在是 周凡为此忧心忡忡 但兵级周怡鸾斯却是处于狂喜状态 因为一夜过后依然没有发现云烟主的踪影 要知道云烟主要不是在猎食 就是处于消失状态 但就算是消失状态 也会掀起冰风暴 不可能消失的如此无影无踪 兵级周怡鸾斯害怕误报 又谨慎帝等到了正午 还是没有发现云烟主之后 他们才真正确认 云烟主真的被总府所说的高人赶走了 他们欣喜之余连忙网上汇报 消息飞速传入境兜 很快就激起一层层涟漪 暗潮汹涌 所有人都知道 赶走云烟主是黑水都护府大都护周凡想到的办法 这是书院替周凡向总府申请的三天之期 这做不得假 按照事先圣上下的命令 也就是说黑水大都护周凡要升任为韩北道主了吗 这样的消息使得人心浮动 假午 朝义被三乡紧急召集重臣召开了 参加朝义的一众大臣心里面都明白是为了中凡赶走云烟主的事情 朝义一开始 就保持了一种诡异的沉默 此次紧急召开朝义 是因为黑水大都护想出了办法赶走云烟主 此乃韩北道之福 大魏之福 所以此次紧急朝义也是为了商议如何赏赐黑水大都护 中乡王道子缓缓说道 朝堂上的一些人脸色变得微妙起来 他们都是精明之辈 就算是先没有受到消息 但听中乡这样的口气 也隐隐明白了 三乡是不想把韩北道主的位置给纳中凡 中乡大人 一个书院派系的官员出列拱手道 赏赐不是早已由圣上定下了吗 谁能赶走或杀死云烟主 就是新的韩北道主 政上确实下过这样的命令 是家派系的一个官员道 但黑水大都护中凡不过17岁 修为听闻也只是圆叶静 这样的年龄 这样的修为在同辈之中很了不起 但想成为一道之主 恐怕难以服从 是家派系的官员一开口 不仅是家派系的官员英和 也胡派大佛寺的也是纷纷出声附和 一道之主的位置实在太重要了 即使成为一道之主之后 往往会疏远自身派系 但终究是出自自身派系 他们可不想这个位置落入疏远那边 所以其他派系的人也乐得帮忙 正是因为朝里有很多人提出了异议 我们三个商议了一番 才会召开此次的紧急朝议 左香叶高山面无表情道 他这是以示公道 我们三个都认为让黑水大东户成为 韩北道主 确实有些不妥 不是说他不好 只是这样做对他的成长也不好 所以最好换一换赏赐 又香销会接着说道 当然官家不会亏待有功之臣 圣上下的命令 就等同于圣上金口预言 难道还想违背圣意不成 书院派系又以官员冷声道 但圣上此次有失考虑 我们做臣子的 当然要劝其收回圣命 释迦派系的官员铁骨争争反驳道 何来有失考虑之说 圣上之前能发下这样的命运 当然有其考虑 要是朝令夕改 圣上颜面何存 官家颜面何存 这样做有损官家与圣上微信 书院官员道 非也 朝议上的诸多派系与书院派系为此争议了起来 但心里都明白 说的在冠冕堂皇 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着想 谁也说服不了谁 三相没有开口 只是静静听着你来我往的争议 这样的事情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三相偶尔会瞥一眼一声不吭的中书侍郎陈整 陈整不吭声 三相同样没有意外 因为此次朝议事他们紧急召开 他们注定会赢 陈整应该也明白这点 才没有出生自取其辱 陈大人素来足智多谋 我想听听陈大人对此事的看法 萧惠笑咪咪道 陈整不愿意出生自取其辱 但萧惠可不想让他这么好受 有香大人既然这样说 那我就说说 陈整淡淡道 道主向来是圣上决定的 我觉得此次朝议根本就不必召开 此举有些愉悦了 陈整这话一出 朝堂上皆是一进 大卫七道 道主只能由圣上钦点 确实不是文官系统能够随意非议的 陈整这是在攻击主持朝议的三相乐拳了 第1480章以成大患 道主当然是由圣上所决定 有香消会不及不慢说 但我们觉得选黑水大都护府当道主不妥 也有劝谏之责 要是我们明知不对 也不劝谏才是我们当臣子的对不起圣上一向的后代 对于陈整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们当然早有准备 他们坚持要劝谏 是因为一旦文官达成一致意见上奏劝谏 圣上当然要考虑一下文官系统的建议 我还是觉得这样做不好 陈整道 一鸾斯与我们文官素来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就算是劝谏 也轮不到我们这些文官去做 而是总府来做 我说的对不对 东门大人 众人的视线都看去那肥胖庞大的东门吹笛 东门吹笛这位一鸾斯大厮守在朝堂之上 以他的身形能够隐形到此等程度 实在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东门吹笛倾壳一声道 文官这边是否要为此事觐见那是文官的事 与我可没有多大的关系 道主虽然是由圣上来决定 但是道主终归是由一鸾斯总府管辖的 东门大人认为黑水大东户是否有资格成为韩北道主 一鸾斯总府要是不赞成 是否会对此进行劝谏呢 陈整又是笑着问道 文官们都是竖起了耳朵 相比文官 要是说觐见总府来做当然更为合适 东门吹笛脸上的肥肉抖了抖 他甘笑道 黑水大东户是否有资格成为韩北道主 哪能是我这个臣子能多嘴的 我觉得圣上圣明 自会决断 总府这边不敢对此有任何的意见 当然也不会进见 东门吹笛觉得自己心里苦 不是他与陈整的关系好 想配合陈整 而是他根本就不想或说不敢掺和进这时之中 所以只能就此表态 东门吹笛的表态 让三乡脸色有些难看 道主名义上隶属于一鸾斯总府 现在一鸾斯总府说不进见 那文官系统这边坚持进见 那就有些愉悦意味在 这陈整很厉害 三言两语就让封氏逐渐转向了书院这边 一鸾斯总府归总府 我们文官要尽自己应有的职责 既然有人反对 有人赞成 那我们就用以往的方式表决决定 王道子不想再让陈整扯下去 否则又让陈整搅和了这事 那他们这朝意就白开了 他们这是要快刀斩乱麻 表决结果很快出来了 即使有陈整这番话在 但是家大佛寺也胡派都不是这么容易放弃的 表决结果是同意上奏进见劝圣上收回之前的命令 对于这样的结果 陈整并不意外 他只是轻笑了笑 朝议一结束就转身离去 在官场就是如此 没有人永远可以占据上风 要保持淡定的心态 他回到了书院 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师兄端木小红 端木小红眉头皱了起来 师兄 你说圣上会如何选 陈整问 他为官这么多年 也想不透宫里那位究竟在想什么 即使他们当年曾经一同在老师门下学习过 但早已误示人非 端木小红摇头道 不知道 师弟 有没有办法影响他下决断 让周凡成为道主 对我们很重要 不惜一切代价吗 陈整试探着问 只要不伤书院筋骨 任何代价都可以 端木小红道 陈整目露一色 他没想到师兄会如此重视此事 他犹豫了一下道 此事只有圣上能做决定 无论是我还是三乡 能起的作用都不大 要是想影响圣上下决断 唯有请老师出手 师兄为什么如此重视周凡呢 陈整说完这话之后 就默默等着 不行 端木小红摇头否定了陈整这个提议 是因为老师与圣上不和吗 陈整直言道 老师与圣上不和的传闻早已传遍整个劲斗 但就算是陈整这些弟子 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内情如何 要说有人知道 那就只有面前的大师兄端木小红会知道了 不是 端木小红含糊道 是因为要是秦老师影响圣上 必定会被其他势力所关注 动静太大了 我不想这么多人关注周凡 陈整琢磨师兄话里的意思 他感到有些费解 那周凡早已引起这么多人关注 再多一些又何妨 吃地 不要想太多 端木小红见陈整没有说话 他又道 还有其他办法吗 没有了 陈整摇头道 现在竟都能影响圣上的 除了老师 只有那个俄公公 师兄有办法说服俄公公吗 俄公公 端木小红叹了口气 那我们只有耐心等待了 卢香鸟鸟 与浅浅茶香香得一张 三相下了朝义之后 就换便浮出了进宫 相继到了这处老宅里来 这种情况很罕见 一般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会有一个留守进宫 但今天他们相继隐蔽离开了进宫 这一切为的就是这次相聚 焦夜王三大士加明满天下 大魏建朝就存在 要说对大魏皇室 对进宫的了解 就算是书院大佛寺都远远不如他们 他们到这外面来 就是因为惧怕进宫 有很多话不敢再进宫说 就算有阵法隔绝 也无法保证不被窃听 他们只能到外面来 但他们各有职责 所以也不能离开太久 夜高山的咳嗽声在房内回荡 他板着脸道 恐怕已成大患 焦慧冷笑道 我早已暗示过 狮子博兔一用权力 没想到我们会成为乡野画本那些反派蠢货 愿由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大 我们何尝不想用权力 王道子脸色阴沉 但书院在一旁看着 大魏局势又是如此紧张 能派谁去收拾他 牵一发而动全身 夜高山探道 在说是我们不够重视吗 那家族这次的出现 明显就是蓄谋已久的一个陷阱 花飞花去了不也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吗 我们还能派谁去 想起消失了的花飞花 三人脸上都露出了深深忌惮 他们有比花飞花还强的凶势 但也不敢轻易派出去了 他背后究竟是谁 教会低声道 周家消失了这么多年 我们三家一直没有放弃寻他们 他们是怎么悄无声息成长如斯